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从7月被提名之后就风波不断 卡瓦诺近期深陷性丑闻被指性侵女性 那这个事件持续发酵 目前已经有三名妇女公开指认卡瓦诺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涉嫌性侵女性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当地时间星期四 针对一名心理学教授福特 指卡瓦诺在36年前企图性侵她的事件 召开了听证会 美国加州心理学教授福特 在当地时间星期四 现身国会参议院听证会 为他指控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 涉嫌性侵的事件作证 现年51岁的福特在听证会上 讲述自己在15岁时 差点被卡瓦诺性侵了经历 他也在回答民主党参议员 范斯坦德提问时 强调自己绝对不可能认错人 至于被指控的卡瓦诺 随后也神情严肃地 在妻子的陪同之下到国会作证 他对信心的指控悬盘否认 卡瓦诺声称自己是遭到了政治打击 不过他强调不会放弃大法官的提名 甚至形容这一次确认提名大法官的程序 已经成为了国耻 正当听证会进行之际 上千名美国民众也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 反对提名卡瓦诺为大法官 他们举着大字报支持现身国会作证的福特 质疑总统特朗普则在推特上继续捍卫卡瓦诺 并且赞扬他在听证会上的表现 强而有力诚实以及引人入胜